大家好,海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对于一些岛国来说,海军的能力更是重中之重 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代,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海军的建设和发展 随着现代军事的要求越来越高,每个国家对海军的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先进 之前我国的南海大阅兵向外界展示了我国强大的海军实力 获得了很多国家的称赞和羡慕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,在各个国家争相扩建海军的规模时候 却有这么一个国家从不扩建海军规模 并且海军的规模是世界最小的,究竟小到什么程度呢? 整个海军队伍就只有七个人,还包括一名海军司令 如此奇葩的海军队伍到底是哪个国家呢? 实际上,他们就是蒙古国的海军 这个国家所有的加起来也就只有三条船 也许会有人说,难道他们的海军实力很强吗? 答案是否定的 这几个海军不仅实力不强,有的甚至都不会游泳 虽然他们作为一名海军,但是他们却连大海都没有见过 这时候就会有人说,身为海军没有见过大海 这个职位的设置是来搞笑的吗? 其实,由于他们的职责没有什么任务,所以他们也就不怎么注重这方面的训练和发展 由于工作责任不多,所以这支海军还会有接私活的时间 比如,利用军用的船只来运输一些商业物资 也正是因为这支海军规模十分的小,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支蒙古国的海军队伍 要不是因为郭德纲在相声节目中调侃于谦的一句话,估计很少人会知道这支海军